一大早許多臉上滿是擔憂的民眾 衝進了中華郵政瑞芳分局 整個櫃台詢問窗口被人群擠爆 就是因為郵局驚傳 一名張姓金牌業務員 利用職務之便 涉嫌侵占客戶四億保費 共八百多張契約 三百多人受害 是他自己貼一點點 然後這個又硬去又倒說 他一次絞情 都收現金 在自己的口袋裡面 侵占保費的 就是照片中的張姓女子 為了大家銷售保單的目標 跟客戶號稱可以短繳 也就是一次繳親 可以比分期繳納來的優惠 讓不少客戶丟錢投保 總可以吸收的金額約打四億 但事實上張姓女員工 拿了商議員 並沒有確實執行父親的動作 而是將款項放入自己的個人帳戶 在每月繳納 其中是否有保費挪用 或者讓同保護 投多張保單 無人能知 據我們了解 他好像也有提供一些顧客 有部分的就是有一些利率的提供 可能是有百分之四的一個優惠的 這名員工還告訴客戶 如果一次繳完保費 就能獲得百分之四的利率回饋 從民國九十八年就開始 篡改保單至今長達八年 而郵局員工銷售保單 可以抽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五的佣金 張姓業務員就靠這個手法 坐穩業績王的寶座 不過也令人質疑 中華郵政在管理上有嚴重缺失 郵局預計先挪出一億 歸還客戶保費 檢調單位也介入調查 看還有沒有更多人受害 記者呂宏平台北採訪報導